那颜色方面,我们的天皇也有五种颜色嘛,对吧? 然后呢,有什么样的生肖的人呢? 是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天皇呢? 讲生肖的话,可能会比较稍微逊色一点 我们认为说,比较不准确一点 我用另外的几种方式来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用你的初试的月份 初试的月份 那我们这个月份的话是以那个阴历 阴历,也就是很多人会产生能力,就是华人的月份 正月,二月,三月,阴历初试 你可以选天皇宇的颜色呢 可以选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 这样的颜色,对这前面提到的三个月份 比较容易 那如果你是在阴历四月,五月,六月初试的 你可以选白色,黑色,或者是蓝色 天皇宇应该没有红白 是吗?天皇宇没有红白 米白色 那米白色,可以的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是在七月,八月,九月初试的人 你就应该选红色 但是选红色的话有一个BG 尽管你是,虽然你是七月,八月,九月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怎么样叫脾气很暴躁的人 有时候你会看到它,就好像茫脏这样 我们说这个脾气暴躁到你要烧开水的话 你给它烘一下那个水都会开的那种 千万就不要选红色 所以有另外一个想法 那如果你是英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初试的人 你可以选绿色跟红色 再尿红色 然後再尿红色